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就为大家讲述这起震惊台湾惨绝人寰的竹冬少女性侵奋诗案 2015年5月21日 台湾警方在新竹县竹冬的河滨公园竹林大桥下方发现一具女尸 尸体受到过严重的灵虐 头部有明显被重击过的痕迹 太阳穴的部分整个凹陷 尸体被发现时整个左脚也已经残缺 并且尸体有焚烧过的痕迹 据现场调查人员表示 尸体的状况只能用面目全非来形容 承办的袁警当时已经知道死者是年仅14岁的秋姓国中少女 她在2015年5月17日晚间被犯人从网咖代理后不知去向 再次被发现时已经是一具冰冷且残缺的遗骸 再来就和大家说明一下整起事件的背景 被害者秋姓少女年仅14岁 就读于新竹县的自强国中二年级 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便与父亲离了婚 从此她就一直和担任临时工和靠社会补助的父亲相依为命 少女家里非常贫困 甚至三年都没有电可以使用 常年靠蜡烛和手电筒来照明 秋姓少女本身患有轻微的智力障碍 她的表达和社交能力低于一般的同龄人 所以在学校内经常被欺负 她也常常在脸书上贴文表示心情不好 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陪伴 秋姓少女的父亲平日需要长时间的外出工作 家中的其他兄弟姐妹 也都是领友身心障碍手册的低收入户 其大姐更是被判定为极重度的智能障碍 生活无法自理 家中的环境也是比较辛苦 秋姓少女的导师表示 她其实是一位善良且个性文静的女儿 虽然在整个校园内会被某些恶霸欺负 但是在班上人员还是不错 有不少愿意和她在一起玩的朋友 秋姓少女的家中没有电脑 所以她平时最喜欢的娱乐 就是到网咖刷脸书 看朋友和导师聊天 因为平日的零用钱不多 所以她待在网咖的时间也不会太长 每次也就用一至二个小时就下线了 但台湾很多地方的网咖出入分子较为复杂 这也让秋姓少女成为了恶魔手下的牺牲者 2015年5月17日放学后 秋姓少女和往常一样来到竹东市区的网咖进行消费 在这里她碰到了来自新竹县监视乡泰雅部落的两位国小女生 11岁的谢姓女童和9岁的曾姓女童 谢姓和曾姓两位女童平日时常一同翘课到网咖游玩 两人的父母也是因为时常外出工作而属于照顾两位女童 就读的学校也已经把两位女童列为高风险的辅导个案 而两人除了常翘课到网咖游玩外 还时常一起到邻居林春雄和黄晓云的家中玩乐 林春雄是新竹县竹东镇流氓组织东泰联盟的首领 平日时常在地方上恐吓勒索 鱼肉相鸣 他自称为明王 专门吸收派遣工 辍学生或问题学生替他从事步伐勾当 曾经因为组织犯罪条例送办 黄晓云则是林春雄的同居女友 两人育有一女 谢姓和曾姓女童因为平时缺乏父母的关爱 所以他们把林春雄和黄晓云当成父母一般的崇拜 事发当晚 被害者邱信少女在往咖语谢姓和曾姓女童发生冲突 两位女童和邱信少女表示自己背后有林春雄和黄晓云撑腰 邱信少女随即回枪二人 心有不甘的两人于是立刻打电话给林春雄 并且告诉了他们自己被邱信少女辱骂 而且邱信少女还辱骂林春雄本人和其女友黄晓云 林春雄听完女童的报告后顿时火冒三丈 立刻准备带着女友黄晓云和手下准备到网咖报仇 他先命令两位女童将邱信少女拖住 并召集手下陈泽如、古志强、何文轩三人 一共五位成年人分别骑行摩托车前往竹东镇的网咖寻仇 而当五位扼杀到达后 邱信少女不幸地尚未离开网咖 于是林春雄打电话给谢姓女童 叫邱信少女从网咖出来 当邱信少女出现后 五位成人立刻一拥而上将人押走 一行七人先将邱信少女带往竹东镇大同国小鹏的步道 并分别手持竹棍 安全帽殴打邱信少女 当邱信少女被打得遍体鳞伤后 林春雄和陈哲如又叫还未成年的谢姓和曾姓女童 徒手殴打邱信少女 手段非常残忍 他们一共凌虐少女长达三十分钟 此时刚好有位路人经过 路人随即开口制止林春雄等人 但可惜的是 他的警觉性不够 没有及时报警 当他看到林春雄等人离开后 就跟着离开现场 如果他当时有及时通报案件给警方的话 也许就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林春雄一行人并未就此罢首 在路人离开后 他们继续将邱信少女 强压到更为偏僻的竹东河滨公园竹林大桥下 到达目的地后 这群人开始变本加厉地使用石块和砖头等硬物 攻击邱信少女 并数次攻击少女的要害 然后 陈泽如故技重施 命令古智强和何文轩将邱信少女架住 并要求泄信和增信女童用石块攻击少女的头部 等到邱信少女奄奄一息时 林春雄突然受刑大发 他凶狠地掐住了邱信少女并威胁说 你现在只剩下两条路可以走 看你是要被我们打死 还是要被强奸 邱信少女 此时因为头部和下体遭到重击 已经无力回应 于是林春雄便粗暴地将少女的衣物脱去 强奸了这个少女 林春雄发泄完受狱后 还是不肯放过被害人 他接着命令何文轩和古智强继续强奸邱信少女 自己则是在旁边善笑地问被害人 爽不爽 谁的比较大 而当林春雄 陈泽如 古智强和文轩在攻击并性轻邱信少女时 林春雄的女友黄晓云 则是带着11岁和9岁的两位女童 在旁全程观看 最后当一行人释报完毕后 发现邱信少女已经完全没了气息 林春雄便心满意足地提议 要带领众人去开庆功宴 于是一行人将一山不整的邱信少女 留在原地后 便前往附近的卡拉OK欢唱 直到一个多小时后 陈泽如和古智强再次回到竹林大桥下 查看邱信少女的状况 发现少女已经断气死亡 两人便将少女的遗体 隐藏到旁边偏僻的草丛们 接着回到卡拉OK处 和林春雄报告邱信少女的死讯 没想到林春雄不以为意 让他们继续唱歌 又唱了一个多小时后 林春雄便要黄晓云先带着谢姓和曾姓女童返回原住处 自己则带着陈哲如 古智强和何文轩返回邱信少女所在的公园 以重物攻击邱信少女尸体的头部 之后再以杀石用力涂抹尸体的脸部 彻底将尸体毁容 隔日 也就是2015年5月18日的早晨 林春雄先在住处和黄晓云以及女儿玩乐 接着在脸书上传了两张和女儿一起的照片 并在照片中留言 我的宝贝女儿 女儿最大 看到女儿感动 等语句 接着变火同臣则如 古智强和文轩带着汽油 来到竹林大桥下的汽尸处 将已经念母全非的邱信少女尸体 加以焚烧并扬长而去 2015年5月18日 邱信少女的导师发现 她并没有到学校上课 于是便联络了少女的父亲 邱复表示 少女可能在其母亲的家中 并不担心 于是 校方和邱复 也就并未积极寻找邱信少女的下落 2015年5月19日 导师发现邱信少女 还是没有来学校上课 于是再次的尝试联络邱复 但邱复的电话无人接听 直到2015年5月20日 邱信少女依然没有到学校上课 她已经连续缺课三天了 于是导师继续联络邱复 今天邱复终于接起了电话 她表示女童可能在其干妈家中 校方和家属一样并未通报警方 2015年5月21日 学校接获一位中年男子的通报说 她的侄子平日在竹东的工地打工 比较熟悉工地附近的一位谢姓女童 谢姓女童在18日曾和少年炫耀说 曾经骂过她的邱信少女 已经被打死并丢弃在竹林桥下 一开始呢 男子尝试自己到竹东河滨公园的竹林大桥下寻找 但是一无所获 无奈之下 只好先通报给学校 于是 学校终于在21日将此事通报给警方 新竹县的警方在街道报案后不敢怠慢 21日下午便在竹林大桥下发现被害者的尸体 这具尸体被焚烧过 肌肉几乎已经快没有了 只剩下了骨头 尸体因为几天后才被发现 所以身上长满了蛆 太阳穴也被打凹了 左脚也没了 整个脸部也已经无法看清 在赶到女儿的尘尸地点后 看到遗体的父亲 她不愿相信这具脸上长满蛆虫 遭火焚的尸体是她的爱女 她哽咽地哀求警方 也许这不是我的女儿 我要看到DNA比对出炉 不然我不会到现场招魂 在当日傍晚 警方迅速将涉案七人全部逮捕 到此 这件震撼台湾的竹东少女性侵吻尸案终告侦破 大批媒体在收到消息后 也立刻赶赴竹东进行采访 并记录到了许多林春雄和黄晓云 在警局内嚣张兮兮的模样 林春雄矢口否认自己犯下的罪行 还强硬地要警察拿出证据来 黄晓云则是在警局内嬉闹 并询问警察是否可以提供香烟让他抽 2015年7月10日 新竹地方法院警察署侦查终结 林春雄、黄晓云、陈哲如、古志强和文轩等五人 依照杀人、强制性交、毁损尸体等罪名提起公诉 谢姓和增姓女童 则依照儿童及少年福利权益保障法交由少年法庭审理 并裁定安置辅导保护处分确定 2016年6月24日 新竹地方法院一审宣判 认定黄晓云与男友林春雄、陈哲如、古志强和文轩等五人 涉嫌强制性交、杀人等罪 全部判处无期徒刑并终身剥夺公权利 但并未有人被判处即刑 2017年3月21日 台湾高等法院二审宣判 认定被告五人没有杀人的企图 改意伤害致死、强制性交等罪论处 林春雄等五人表明 愿意赔偿被害者家属 近1100万新台币 何文轩案发后还试图打电话叫秋女 黄晓云等人在犯罪后也都表达了悔意 另外台大医院鉴定后认为 五个犯罪者的致力属于中低程度 容易冲动 欠缺控制能力 因此将黄晓云、古志强和文轩从无期徒刑减刑 着减刑期改判20-28年不等待有期徒刑 而林春雄、陈泽如二人则因罪行重大 仍判处无期徒刑 但在2018年的8月8日 台湾高等法院更衣审却出现了转机 更衣审认定全案五人恶行重大且无教化的可能 为求社会正义及社会普遍法律价值 改判主嫌林春雄死刑 另外三名同伙加害人陈泽如、古志强和文轩改判无期徒刑 另外 因主嫌女友黄晓云为参与性侵被害人 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全案仍可上诉 2019年6月6日 台湾高等法院更二审宣判 认为依罪则相当原则 以表彰社会正义及符合社会上普遍认可的司法价值体系 不需要考虑有无教化可能来作为减刑的理由 维持更衣审的结果 判决林春雄死刑 而陈泽如、古志强和文轩无期徒刑 并改判黄晓云为无期徒刑 全案仍可上诉 2019年8月1日 台湾最高法院宣判 认为更二审判决 认定林春雄性侵被害人的依据 只有共犯自白 以违反刑事诉诵法第156条之规定 更二审认定林春雄无悔意 但他已经与被害人家属达成了和解 虽尚未履行 但林春雄主张 有一笔土地及车子 可以支付1100万的和解金 似有悔过之意 故而撤销了更二审的判决发还从审 2019年12月24日 台湾高等法院更三审再次出现大逆转 将林春雄、黄晓云、陈泽如、谷自强、何文宣全部判处无期徒刑 法官认为 林春雄等人的犯罪是基于杀人的不确定故意 而非基于确定故意 其恶性评价仍然有别 不符合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情节重大之罪 依照两公约规定不得判处死刑 且新闻资料指出林春雄等五人京宋台大医院鉴定 结果是均有被叫化的可能性 所以更三审对林孙雄等人触犯强制性交病残杀被害人的罪行 对少女所造成的痛苦、强度、恐惧程度及时间上的持续性 实在非常人所能承受罪行重大至极 应该判处除极刑外最严厉的刑法 即无期徒刑 并剥夺公权利终身 当台湾高等法院更三审的判决出炉 并确定林春雄改判无期徒刑后 舆论顿时一片哗然 台湾著名的讨论区皆争相讨论 而检察官也认为法官的判决 不符合社会期待的公平正义 于是再次提起上诉 而林春雄和其余的被告五人 则自认为自己并非难以教化 并主张未来出狱后应可顺利再次融入社会 且已经和丘复达成和解 自认无期徒刑的判决过重 也提起上诉 2020年4月1日 最高法院判决认为 检察官及被告五人最后的上诉 都是一种坚持己见的无意义争辩 实在是无理取闹 因此驳回了双方的上诉 至此 林春雄等人确定逃过死刑 而按照台湾的法律 无期徒刑有机会在扶刑马 25年后假释出狱 而他本人在离开法庭时 被记者追问是否感谢法官时 也特别做了一个双手合十的动作 来回答记者 对于这个案子 我觉得虽然社会应当给予犯罪者 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值得宽恕的 而这种不负责的宽恕的行为 无疑是给予犯罪者 一个重回社会继续伤害无辜者的机会 在我看来 这是另一种变相的犯罪 所以 法律工作者应当在判决这些人的时候 履行好自己的义务 谨慎负责地做出评估 不要应了那句 八字牙门朝南开 有礼无钱墨进来 好了 感谢收听这一期的惊奇先生 记得订阅并点赞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感谢收听